人生是什么 宿命 创造 人生就是一个自己的故事 自己是导演 也是编剧 自己是演员 也是龙套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 大家都期盼自己的一生 是一篇篇有意义 温暖 光明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自古以来 老师这个行业 一直都是清高而尊崇的 但是随着社会快速的变迁 身为人师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知识的在进修 心灵的在充电 成为教师们的必要需求 在台湾 各中小学都会利用寒暑假 举办教师研习营 提供各种课程 让辛苦育人的老师们 有一个进修的机会 其中法轮功的研习课程 近年来备受推崇 特别是道德教育 学生的这个行为上 其实他们非常有帮助 那他们有时候会跟学生交点工 或讲点这个法理 那学生都很快会改变他们的这个态度 教育单位 行政单位对我们非常支持 就是各县市的教育局都给教师的研习时数 就是说他们规定说他们 课外他们要去做进修吧 那这个法理工当中是一种进修的这种研习时数 这样子是被教育单位承认的 好像在2002年暑假的时候 几乎全台湾的县市 所有县市都办了教师研习营 那有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轰动 大概都会有好几百人参加这样子 盛况空前真的是这样 然后还有很多就说参加的人 以后他就学了以后 他参加了这个教师研习营 他学了法轮功学得非常好以后 他就继续的往下办 那校长就教我了 他说如果你既然这个东西这么好 你要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一定要从老师着手 所以我就试着去办了这样子的教师研习营 如果人的一生 能用一个药词来含瓜与贯穿 那会是什么呢 从小时的懵懂无知 到长大了知书达理 教育就紧密地与人的一生结合 成长的过程点滴 也在心中刻出了深沉的意义 我是跟我太太在两年前的暑假 因为武林高中办一个教室演习营 那一方面我是之前 是对气功本身就很有兴趣 但是都没有机会去接触 那知道有这个法轮功的教室演习营 而且又是免费的时候 我们就很高兴地就去武林高中报名 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参加 那当时他邀请老兵 有张清熙、张教授 还有很多的大法学员 那从他们弹出来的那些 就是说他们的修炼心得里面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 它已经超出 就超出我的想象了 我觉得说 他们弹出来的心得也好 或者大法的范围 都觉得说这个对人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完全没有排斥 对 就是说我们也是很幸运 我们一下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来 因为我开始学法轮功的时候 自己是懵懵懂懂的 但是后来越学就越懂 越学越懂 懂到之后 我发觉说 这个真善忍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佛法 那我想说 我要如何比学比修 如何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上 所以我就在课堂上讲这个故事给我的小朋友听 我就发觉小朋友的改变 小朋友从很纯真的一面 到最后他们会去要求自己 人有充分成长的潜能 尤其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真善忍故事的陪伴之下 内心成长的种子不断地发芽茁壮 曾经在班上 我曾经在教学的时候 我曾经跟我的学生分享过说 我是因为班上全班都是闹哄哄的 因为我刚刚去接触那个班级 结果后来我就用 我学过法轮功的方式跟小朋友讲说 我告诉你们 我学了法轮功 我们把法轮功老师教我一个秘诀 很棒的向内造 你们刚才都在吵吵闹闹 然后都告诉我说 谁欺负我 谁打我 谁骂我 可是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我要向内造 我们不是找别人的麻烦 是找自己的不对 那后来我自己就慢慢 家庭也这样做了 我自己也这样做了 学生最后也真的是这样做 比如说地上掉了钱 他们不会站为己有 那他们会要求自己功课要做得很好 那绝对不会口出会员 那我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在一二年级的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里面 他能够要求做到 我觉得佛法真的是佛法 真的是很神奇 学习是为了让自己更充实 成绩与学位都是学习的附属品 人们也许会好奇 法轮功到底有何魅力 吸引这么多的老师们 并且一个个都是那么殷切地 向人推荐法轮大法 所以我这一次到了县政务 那个县长也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要再办教师研习 我说我还在考虑中 他说没关系 我绝对支持你 所以我想其实县长也很高兴 那还有县长就是 我曾经给他真善忍的资料 就是说真话 做真事 不欺骗 先不说谎 所谓的善就是先当后 我帮助别人要有慈悲心 然后忍就是不要动不动生气 县长一听觉得很好 他就把他放在他办公室的 那个玻璃墊下 他说我每天我都用这个 来对照我自己的行为 对照我的言行举止 他有很多别人所谓贿赂的方式 他说我一概拒绝 我绝对不会去做违背良心的事 以前我对可能对同人 那个要求会比较高 那那个现在我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可能会看他们的优点 就是在带人接物上面 在处事方面 那态度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那以前 现在也比较愿意去付出 以前可能觉得说 这个事情该谁做该谁做 现在也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可以做的我就会做 就觉得说其实这个都是 这是大法对我的影响 我觉得说现在我的 不管是对我的工作也好 对我的家庭生活也好 都会以更轻松的态度去面对 比如说像有一个国中老师 他第一天来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我只是要你那个研习分数而已 第二天他发觉 我发觉你这个法轮功不错 那我决定好好想研究研究 第三天跟我讲说 我现在我那些舞蹈我不学了 我准备要好专心学法轮功 那隔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 九天班上完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看到红利灯 我绝对主动停下来 而且我主动戴安全帽了 我以前我不一定戴安全帽的 那我以前我是一个家事老师 我会把很多的东西 带回到我家来 我在家里研习 我在家里去做 可是我学了法轮功之后 我自我要求 我不敢 我把所有东西归还 我甚至于学到东西 我再不再用 本着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的原则 只要参加过研习营的朋友们 都惊奇地发现 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 而且原本不受羁绊的人 心中也开始有了一把 规范行为的尺规 我一直对 就是说大法 他提供给我的观念 或对我的工作 我的人生 还有我的家庭 我都觉得都是真面的帮助 就觉得说能够政治大法 真的是我三生有幸 这样 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我在对生活事件的 解释的角度 会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会觉得很care的 后来就觉得 比较释怀了 而且很快的能够得到一个 比较具体的答案 我哥哥在学法轮功之前 他也是一个脾气相当暴躁的人 那就是他在家里的话 基本上做事都很霸道 那我爸爸还有妈妈 还有我 基本上就是都让着他 因为不让的话 大家就等于家里 每天就吵架 这样子很不好 之前的我这个个性呢 是非常的骄傲自大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 有点小聪明吧 几乎念书都不太念的 考试前 大概考试前一两天才翻书 而且呢 就是也很幸运吧 就是从小到大 几乎就是用这种方式 还能拿全班前三名这样子 一直到高中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个个性呢 从小就造成了就是 骄傲自大 非常的骄傲自大 对那无论是在家里 在外面 对那待人处事上面呢 这个其实就是 怎么说就是 娇生惯养 那娇生惯养呢 就是希望别人来迁就你 我哥哥在学了大法以后 他就慢慢开始有改变 因为他发现到 他每天这样子对人发脾气 这样子做事 好像不是师父教导 我们的做人方法 那自从他学了以后 他慢慢开始 懂得也懂得体谅别人的话 这些方面的情况 就越来越少 就减少很多 所以说 这个学大法之后 看完这个 转法轮之后呢 这整个人 思想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就是 你无论对谁都要好 对何况是对你的亲人呢 是啊 所以说 在这方面的 整个人的做人处事的 那个观念上面 跟以前是截然不同 180度的改变 对 在家庭中也和睦了 对 父母现在出去 以前出去 什么都不敢说 只敢说这个儿子功课 还算还可以 还不错 现在出去 他不说这个了 他现在说 我儿子学法轮功 对啊 现在品学兼优 他们现在敢说这样的话 亲戚朋友看了 也都觉得就是 这不可思议 对 他们也都知道说 哇 这个 大山以前是个非常 非常 非常 就个性非常 凶狠 非常暴躁的一个 又很胶致大的一个小孩 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 非常文字彬彬的一个小孩 他们也就知道 哇 这个 这个大法的最有威力 对 他们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 当一个人真正了解 何谓实实在在 做人的标准之后 起心动念 及自我道德的要求 也就相对地提高了 除了坚持善心 去除恶念 只要真心 接触过法轮功的人 异口同声地都表示 在生活中 更能轻松地 对待周遭的一切 有时候你看到这件事情 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也可以有那种想法 那我非常感谢师父 就是他在法轮功里面 提起我们的就是 这个心性的提高 我当时一直在想 这个心性提高 是怎么提高 要提高什么心性 后来才叫 法轮功大传法轮 里面又谈到什么 嫉妒心 显示心 什么 这个些心 原来是把那个心降低 然后让你的一个 整个的心性的提高 等于是能量的提升 所以学法轮功以后呢 看到就是 战法轮里面讲的 就是施与德的关系 就是好人跟坏人之间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理 我后来发现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样 就是我不知道的 这个以前有个理 我以前以为好人坏人 可能只是一个 比较上的一个名词 但是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真正在这个世间 在人世间做人 无论是做人 还是好人坏人之间 它是有一个理 它是有个标准在那边的 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 你在这个标准的 以上 你就是真正的好人 那么 在书里面呢 也有讲说 好人坏人之间的 这一个 关系问题 对 我看以后 我非常震撼 这个书里面是很多 一般的书 没有办法带给你知识 我在翻完 看完这个书以后 整个人的人生观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那你也很年轻就当到所谓的主任 是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在你未来的这个人生上 你要奋斗的东西非常多吗 比如要变成校长 是 那你觉得说 这样子跟你学法轮功 会不会有抵触 这个也是我说 法轮大法对我的 人生影响很大的 因素之一 我之前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一直在 急急去 就是想要说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对对对 再进一步 然后就很努力的 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那当然这样子的 那个结果就是 那个挫折其实是蛮重的 因为你不可能真的很顺利 你总是会受阻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瓶颈 考完研究所这个呢 我就觉得 像这个我就更有感触了 就是真的就是 因为师父就告诉我们 你无论在哪都要做个好人 你是学生 你就要做好学生的本分 你不但要做好 你还要做到更好 你的要求要达到 你是学生的这个 你要做到很好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你不能就比方说 你不能就是上课 睡觉啦 翘课啦 或是作弊啦之类的 那你去把这些做好 相反的 你这做完以后 而且你 这个有跟 跟之前的这个 有一个差别 就是 你把那个心放下 你那个心放下 你不会去焦虑 你也不会去 整天去想着 要去争这个东西 求这个东西 相反的你把这个心放下以后 你可能 你什么也没有丢掉 其实你该有的东西 你放在那边 你还是在那边 你 那个东西呢 其实 那个科学的调查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科学的调查 就是 常人烦恼的那个东西 其实90%呢 都是在烦恼那些 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会去烦恼 对 所以说像 我觉得修炼以后 这些东西烦恼啊 什么的全部都放下以后 其实那个事情摆在那边 它不会变 对 而且当你这样去想以后 你是 心里坦然了 做的事情呢 其实你不紧张 你去做 说不定反而做得更好 那你个人从法轮功这边 你学习了很多 你的人生道理 你觉得对你收获最大的在哪里 我觉得说对我收获 就是事实上过去对整个那种 所谓的生命的本质 事实上都是在模糊的一个概念 那接触了法轮功 读了赚法轮之后 事实上对整个一个生命的本质 渐渐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了解 那当中也更加知道说 其实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他如何去做好一些安排 那也更能够在自己的一个生活当中 如何去理解一些事物的本质 因此不管在对工作上 或者说在自己家庭上 我觉得说他都渐渐起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正面上的一个改变 那甚至就是说 当自己开始练功之后 自己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改变 也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后来当内人 看到我自己的一个改变之后 也在很短的时间 他也开始学功 开始学起法轮功来 那包括现在整个 包括小朋友也都很认同 我们也都一起在练法轮功 法轮功博大的内涵 开阔了他们人生的价值观 人与人之间良性的循环 也使得彼此的相处更和谐 尤其是老师们 身心受益的真实感受 也让严新盈叫好又叫做 这个法轮大法对我来说 它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我生命当中很主要的一个 一个精神的一个导师 我会把 我是这样子想 那至于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可能我要跟其他的同修 一起努力合作 我就弘扬大法 我非常愿意我严谨念博的力量 我觉得是蛮 乐见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继续在办理法轮功研西营 也蛮期待 其实有更多的老师 他能够接触这个功法 因为我也常常看到 我们很多老师 其实为了自己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为了自己一些健康的问题而苦恼 那这些困扰都无形中间接地 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在他的一个学习上 那老师也有健康的身体 有快乐的人生观 有对生命本质的一个真正了解 他才能够把这些正的正确的讯息 带给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每次看到老师请假 生病请假 我就想他们怎么不来练法轮功 我也不另一告诉很多人说 我是学法轮大法的 我会告诉大家 我也会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有兴趣或是有心 你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自己具体的作为 我想是把大法的一个概念的架构 融到生活当中 融到工作当中 这可能是我做的 感觉上比较深刻的部分 所以你是用你的心灰 去影响你周遭的朋友 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推行这个教室演习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 你怎么去课 开始的时候在教育局方面比较会 因为他们不了解 他们认为这是宗教 那也有人认为这是搞政治 其实它不是宗教 它也不搞政治 它只有三个字 真善人 那所谓的真善人就是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 说真话做真事嘛 不欺骗不说话嘛 那先大后我帮助别人嘛 那我想说其实在这个社会 人人都需要 家家都需要 因为如果大家都来学了 这个真善人 学了这个法兰功 其实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绝对是和谐的 人生的岔路口 你将何去何从 今年累月 劳心劳力教育学子的老师们 如果可以 请不要放弃 再次充电的演习机会 相信你本身之外 家庭 社会 还有学生 都会因你而获益无穷 家庭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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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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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